主席 整个最近尤其 这段时间的整个周转率 只有83%而已 那可以说 每天的成交量 几乎都是 加起来包括上贵的 加起来也差不多只有 800亿左右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 成交量一直在萎缩 我想这是 这个现象确实有 发现到量能在 动能不足 可能年底也有关啦 外销也没有成长 那国内经济也比较沉闷 我想明年动能就会提升了 明年的如果全政的 证据交易税立法院三读通过 加上金管会的 每日当初一月六号生效 我想动能就会起来了 那那个部长 我想哦 这个现在的股市啊 真的像一滩死水一样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很多都是四大基金啊 内部在做 主要也是要充那个量 那其实 因为你要是量没有办法放大的话 那 主要也是受到证所税的影响 那变成证交税啊 这个几乎每一年啊 跟我们原先预估的 每年都差差不多500亿 都差差不多500亿 你看我们101年度 我们编了1065亿 结果少了550亿 那102年度 今年度啊 编了964亿 那结果 现在 要是到这个月底 我看顶多是700亿啦 那700亿跟我们原先 以前的预估数啊 差不多1200多亿啊 也差差不多500亿左右 那明年度啊 我们编了870亿 那要是以现在的量 没有放大的话 换句话说 也是都差500亿 那 三年度加起来就1500亿啊 那你认为 这1500亿是 受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 才会 急剧的下减 包委员 事实上数字没有这么多啦 像今年我们预估 大概就短增250亿左右啦 那250亿 我们原来只有 编964亿啊 那讲 减了250亿啊 少了250亿 换句话说 剩700多亿 那700出头 跟我们过去啊 1200多亿 你说不是又少了500亿吗 其实过去20年 也没有年年1200多亿啦 也经常有 也有八九百亿的时候 那个 张部长 因为哦 这个冲击是很大 而且哦 我们要去探讨原因 为什么 这些哦 这个 为什么局局的萎缩 主要就是受 正所受影响啊 那些大富啊 几乎都跑出去了 那你跑出去 你要用加倍的力量 而且要有诱因 他才会回来继续投资啊 那要是没有的话 我看哦 出去要回来 我看是很难啦 你要用加倍的力量 才会把它倒回来 所以说 这个问题啊 是真的很严重 值得探讨 你看 三年啊 差了1500亿 真的差了1500亿 去年差500亿 今年又差500亿 要是照明年 现在编列的预算的话 我看也是差不多啦 所以说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哦 部长 一个错误的政策 真的讲 比贪污啊 一百倍可怕 你说 我们哦 这个 前这里说那里 光一个二代健保 你 我看今天的社论又在写 很多打工族的 你打工族 其实他赚很少 他为什么 要去打工 要赚第二份收入 他就是入不乎出 结果我们也克他二代健保 哦 那 你要是说今天做股票赚钱 或者是我房租 哦 有租 租金收入 他是额外的收入 那你来克他百分之二 没有问题 但是 有的真的是 三餐都难度 他才会去打工 哦 那打工的钱 你又把它克百分之二 这个是有探讨的空间 你认为呢 我想二代健保卫生福利部应该有在检讨改进啦 对不对 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要改 不然的话哦 讲实在话 对一些啊 22K的 对一些 这个生活经济很困难的 是真的 对他们是很不公平 因为我赚的钱不够家用 那我又去打工 赚第二份收入 那打工的钱很少 你要是说今天 针对他租金收入 针对他的股票鼓励的收入 等等这些 你来克他百分之二 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 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要改 这个国家 才是真正有公平社会正义 那我再请教你 QE啊 对台股的影响 我想 这个 QE可能退场 那你有没有评估过 退场以后 对我们整个 台股的影响 有没有什么冲击 包围 QE如果会退场 就代表美国的经济 基本面是转好了 因为他们完全跟经济 成长的动能挂钩的 如果经济成长没有好转 他不会退场 一退场代表美国经济好转 其实表示说 那你认为 退场以后对我们台股 对 是好 还是不好 我认为是长多了 是长多是吧 对 等于是说你认为说 退场以后 是 代表美国对未来的经济有信心了 那另外我再请教 我想 马上就要封关了 封关行情 你认为我们今年会不会收红盘 巴尔委员这个我不敢预测 这个现在才十 因为 部长 你都一直指望说明年 10月6号能够当冲 就是金管会的政策 那当冲要是40的话怎么办 巴尔委员 事实上我们看明年 不管是各国哪个机构 在预测明年 大概明年的经济都 比今年要好 所以我们对明年的行情 乐观期待 对 所以说你对明年的经济成长 很有信心 乐观啦 乐观 是 会不会像今年啊 九降风 不会 已经脱离底部了 脱离底部了 多远低期也脱离底部了 对 美国也成长很强健 对 那个主席长 我想哦 中金院啊 预估说明年的GDP啊 就是会达到 百分之三点零三 那比先前主席总柱啊 所预估的百分之二点五九啊 这个 可以说更乐观 那请问 主席柱对明年的预估 是不是不看好 明年的景气 跟委员报告 我们是每一个时候 发布的时候 一定是根据当时的 国内外经济情势 及有关的资料 去做发布的 那十一月我们预测 明年成长百分之二点五九 那当大家共同努力 包括政府各机关 民间共同努力 我们也是期望 能够景气能够更好 但是以您 这个整个 估算出来的 认为说明年只有二点五九 但是中军院的预估认为是三点零三啊 那你认为到底是中军院太过乐观 还是主席柱太过悲观 我想每一个国内外预测机构 事实上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参考资料等等 会做出不同的预测结果 那总之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能够朝正面方向来发展 主席长 我想主席柱 去年预估今年啊 经济成长率啊 本来是百分之三点一五 但是现在看起来啊 我看哦 恐怕 这个不要腰斩就好了啦 那马总统说去年啊 就是 就说这次 付出看起来是 比较慢 是因为 U字型 还会 绕一点弯 那请问 照今年 照一年来的这个整个走势 那你认为是不是 付出 有没有加快 的机会 呃 现在各国内外预测机构 事上预测 明年的经济成长 都是比今年好 那我们总之希望 总是希望大家努力啊 那个主席长 因为哈 为什么很多 我们 这个裁员会的同仁 甚至于其他的 呃委员同仁啊 呃对您 所这个 预估的哈 大家都没有信心 因为你看 连续哈 这两年来几乎都如出一策啊 我们国内外预测机构 事实上预测的趋势 都是一样的 那相关的资料 当呃 我们也可以再提供给委员参考 因为哈 本期在质疑啊 我们可能会不会还是继续的 再走弯路走下去啊 会不会啊 现在呃 包括经济会会同 呃经济部等各个机关 都一直在努力啦 哦 包括那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等等 总之希望我们的那个 经济能够更好 我是希望说最重要啦 因为我们政府哈 为什么这段时间 呃这个 当然资金区啊 是大家的一个期待 但是问题是 国内有很多的资金 但是资金啊 你没有把它导入一些公共建设 来带动我们的经济成长 而且 那个时效效率是 真的很慢 所以说 虽然说我们会受到 国际的影响 但是 国内内需啊 还有我们 呃重大的公共建设 可以带动就业 呃带动各种的成长 这一点啊 我认为 站在政府的立场 真的是 期待要 要努力啦 不然油资很多 就是找不到 投资的标的 哦 才会去炒房地产 哦 我认为 哦 站在财政部跟主计处啊 各部会的 呃相关联哦 这些应该要去重视 哦 以上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